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兴來這邊分享這個主題 就是Introduction to Deep Learning for Jeff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 Deep Learning現在在Machine Learning這個Field裡面 是一個非常紅的一系列的Algorithm 那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想嘗試 就是自己去兜一個Deep Learning的Solution 可是又不太知道該怎麼入手 那所以說最平常的方法就是去找一些套件 然後來玩一玩 那今天我就來分享說Deep Learning for Jeff 這個是在Java這個Field裡面 對於Deep Learning的Algorithm 它實作的最齊全 然後也非常容易使用的一個Solution 當然就是除了這一套以外呢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套件 它雖然不是用Java implement的 但是在Deep Learning這個Field裡面也是非常的紅 那在這邊也會就是跟他這個Deep Learning for Jay 這個主角做一個比較 好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個在KKBOX服務的Software Engineer 然後我個人的興趣是做Machine Learning 那曾經就是用Machine Learning去優化 Search Result的經驗 也做過Personalization還有Recommendation等等的專案 那對於Deep Learning這個Field呢 我算是一個 算一個Newbie吧 然後我來介紹這個東西的初衷其實是 我非常想要用這個 這些市面上的Solution去看看說 我怎麼用這個Deep Learning 讓你兜出一套演算法來幫我做一些事情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主角Deep Learning for Jay 那它 它是一個Commercial Grade 然後它是一個開源的 而且它是一個分散式的這個Deep Learning Library 然後它在 它的那個接口是用Java和Skala所寫成的 然後它的最大的賣點是說 其實它是可以用Hadoop和Spark這些Plattform去運行 所以它的Skability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賣點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它說它自己是一個 應用在Business Environment上面的一個套件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其實 它其實就要說 它其實對於這個研究方面的這些Task 並不是特別的適合 那為什麼呢 我們等等會看得到 那其實我們看Deep Learning for Jay之後呢 我們也介紹它的一些朋友們 這些朋友們 相對於Deep Learning for Jay 就是比較適合運用在一些Research的場合 比如說Sienno 它是一個用Python Library 去幫助你去Define一些 Deep Learning Network的一個套件 那它跟Deep Learning for Jay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等等會看到 那TensorFlow是Google它開源的一個軟體 它也是用來寫Deep Learning for Jay的一個Platform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底下這兩個軟體的介紹裡面 它都不說 它都不特別說它自己是會做Deep Learning的一個東西 它都說它自己提供了一些Mathematical expression 至於你怎麼去用這個軟體去兜出你的Deep Learning的Solution呢 那個是使用者的責任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軟體在定位上的一個差別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Outline 那第一個我會先跟大家介紹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用Deep Learning 然後我們會帶大家看看就是 幾個Deep Learning常用的一些Algorithms 還有我們怎麼去Implement它 那第三個就是 Deep Learning它最常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還有我們要怎麼去解決 然後第四個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會帶大家看一下 不同Deep Learning Tools它們的特性 好 那首先就跟大家 這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今天如果說這個問題不存在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的演講也都不需要了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Deep Learning呢 就是在傳統的Machine Learning的那個領域裡面 我們都要定義說Input Data的一些Dimension 這些Dimension是根據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了解 所制定出來的一些Feature 比方講說我在分類文章的時候 我必須要知道哪一些字是重要的關鍵字 或者是說我想要解決一字多一的問題 所以我必須要去做一些降微啊 然後同一字Expansion的動作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說其實你在做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 你必須要對這個領域有比較深的了解 而且你要能夠把你的Input Data 轉回你的Feature Factor 那這個動作其實對於一些 就是對這個領域陌生的人來說 是有困難的 然後再者就是對於一些特定的問題來說 它是特別的困難 比方講說Image的Recognition 我們看這邊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任務 要辨認出所有有貓的照片 但是有狗的不行 那我們要怎麼告訴機器說 這是一隻貓呢 就是這邊也有三角形的耳朵 這邊也有三角形的耳朵 然後這邊也有毛 這邊也有毛 然後它有鼻子 它有鼻子 眼睛也都好像很像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要真的能夠去做出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貓咪分類器的話 你可能就必須要去對貓咪的特徵 有非常非常深的了解 但是這個不是一般人都可以辦得到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再來就是說像這個 回歸到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要去辨認手寫的字 那人腦很厲害 他們對於各種歪七扭八的字 都可以非常非常快的去辨識出來 什麼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但是我們可以從這一排一排的數字看出來 同樣是2 它的寫法會有非常大的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去找出一組feature factor 去描述這些不一樣的寫法呢 這也會是一個問題 然後第三種是 第三個例子是說 我們如果要去做音樂的 樂風的分析 那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 其實這個也不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為樂風的分析 它可能會牽涉到非常非常多的因素 比方說你用的樂器啦 然後你的節拍啦 你的音色 音色真的是很難去形容的一個東西 那你要怎麼去很準確的抓出 每一個重要的 feature 對於每一個曲風 有比較好的這個 tagging的 performance呢 這些東西在 Deep Learning 的演算法中 都有取得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進步 對 所以 一些特性 然後再來幫你做這個 Machine Learning 的話 那你一定會覺得說非常好 因為你不用再去非常努力的去萃取一些 非常複雜的一些 features 那以這個 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它是用一個 Deep Learning 的 Neural Network 它是一個 Unsupervised Learning 去看人臉的一個分析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接近 Input Data 這個 Layer 呢 它學到的是一些細細的線條 就是一些 strokes 然後到了中間層這裡呢 它學到的就是一些人臉的器官 然後最後到這些高階的 feature 的時候 就是看到一張一張的人臉 在我們的 Neural 上被反映出來 但是它 我們操作的人就是 只要選定了這個 對的 Algorithm 那它就會幫我們萃取出這些特徵 這個是它 最重要的一個好處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說 它到底是怎麼樣工作的 那講到 Deep Learning 大家都會講到 Neural Network 嘛 就是這兩個東西 其實就是有一點 祖先和 祖先和現代人的關係 始祖和現代人的關係 那講到 Neural Network 我們就看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例子 叫 Logistic Regression 那在場就是 沒有聽過 Logistic Regression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那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 Logistic Regression 其實是一個二元的分類器 它要做什麼呢 你給這個二元分類器看了一堆 data之後 它會幫你用這個資料特徵去 去預測說它到底是不是某一個分類 那它作為 它做分類的這個原理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看 就是說在這個左邊這一排啊 它其實是代表 Input Data 的一些 Dimension 你Input Data 進來之後呢 和這些 Link 上面的 Wait 做內積 然後當作 Input 輸入這個 Neuron 然後這個 Neuron 它會幫你 做一個非線性的轉換 然後最終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它到底是不是某一個分類 這個是 Logistic Regression 想要訓練的一個目的 那在這個 Model 裡面呢 它定義了一個 Probability 什麼樣的 Probability 呢 就是你看到 X 之後 它會告訴你 它是某一個分類的機率是多少 在這裡 你可以用這個式子呢 去最佳化你的函式 這函式是什麼 就是我想要讓我 Training Data 裡面 出現的 Data 它發生的機率是最高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Maximum Likelihood 這個原理 對 有了這個式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最佳化它 怎麼個最佳化法 其實最常用的這個最佳化方法 就是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在這邊 那它其實原理也就是 簡而言之就是說 我找一組這個 Random 找一組這個 W 這 W 可以讓 它目的是可以讓這個函式最佳化的 最大化的 那怎麼找呢 所以先隨便 Random 取一組 那取了一組以後它可能是在這個函數的 某一個地方我們可以把這個函數 視覺化看成一個山谷 我們要走到這裡 所以我們要怎麼走 就是沿著它的這個偏微分的方向走 然後做了 T 次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 像 Local 的相對的 Minima 所以就是 其實這個 這個方法是找 Local Minima 的 就是它雖然 雖然我們最好的解釋 Global Minima 但是它沒有辦法找到 這是一個缺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 Time Complexity 就是你要的 Iteration 的數量 然後加上你的這個 Data 的量 還有你的這個 Dimension 的這個長度 好 那我們換到就是說 這一個比較複雜的 Neural Network 它是多層的 那其實它去最佳化的方法 也是跟前面這個 Case 是一樣的 簡單講來就是說 我們仍然會有一個 Optimize 的 Target Function 或者是我們要 Minimize 的這個 Loss Function 在這邊 有了這個 Function 之後呢 我們在 我們對於每一個 Link 上的常數 去做偏微分 然後也是用真實的 Data 去漸漸的修正 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 每一個 Link 上面的 Weight 那它操作的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說在資料 我們先隨便抓一把資料 塞進來之後 然後用這個 一開始 Random 選取的這個 Weight 走走走走到這裡 然後出現了一個 Output 這個 Output 和這個真實答案之間的差別 我們可以算得出來 然後算出來了以後呢 我們再用這個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的方法 一層一層的把這個 Weight 去更新 那這個 Process 就是一個 Feed Forward 和 Backpropagation 的一個 Process 那每一次抓一把資料 這個行為直到資料抓完 就叫一個 Epoch 那這樣子的一個訓練方式呢 它可能就要持續 N個 Epoch 那看你的問題而定 那所以它 Complexity 如果我們是用這種 就是非常純遭做的方法來定義的話 就是你知道你的 Epoch 你知道你 Example 的數量 你也知道你在這個 Graph 裡面要求取的這個 Variables 那你就可以算出來它的 Time Complexity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 Deep Learning 那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Deep Learning 它是用 Deep Neural Network 來做它的 Data Structure 但是它不只是一個 Deep Neural Network 怎麼說呢 假設我們今天如果只是把這個 Neural Network 加深 而不改動任何的演算法 那它可能就沒有辦法有很好的 Performance 的表現 就是甚至會比那種淺的這個 Neural Network 或一般的 SVM 還要爛 這是在文獻中有的 那為什麼我們有幾個 幾個問題 會出現在這裡 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用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來做最佳化 或者是它的一些 Variants 做最佳化 但是這些 求最佳化的這些 Algorithm 呢 它可能都會在一個 Local Minima 裡面轉來轉去 而且很難跳出來 那假設說我們今天想要達到這種效果 就是這樣 Deep Learning 幫我們去萃取一些很重要的 Features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可能這些 Waiting 的更動 都在接近 Output 的幾層 全部都很快做完了 而且它現在一個 Local Minima 裡面 你到前面的時候 你可能很難讓這 Neural Network 學會你 Input Data 的一些特徵 然後你會發現說 其實 最後幾層學到的那些 Waiting 未必能夠 Generalize 也未必有道理 那這是一個 就是如果你只是加深 Neural Network 的一個 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要該怎麼解決呢 其實在很多的文獻裡面都提出來說 那我們就先來做 Pre-Training 吧 就是做一個 Unsupervised 的 Pre-Training 那這個就是一個 Pre-Training 的一個比較簡單的 Algorithm 它叫做 Auto Encoder 那 Auto Encoder 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它是希望能夠把高維度的這些 Input Data 壓縮到一個比較低維度 然後比較 concise 的一個 Form 那以這個 就是在這邊這一排 Neural Network 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說 好 今天 Input Data 有這麼多維度 然後再加上一個常數項 然後我要去壓縮的 Dimension 是在這裡 有四個 然後再加一個常數項 從 Input Data 到這個 Hidden Layer 就是這個 壓縮的 Dimension 裡面呢 我們叫做 Encoding 然後把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 返回一個跟 Input Data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樹木的這個 Output 的 Neuron 的時候 我們叫它 Decoding 那這個東西的 學習的那個 Target 就是說 我希望我壓縮之後 在 Decode 的這個結果 和我原來越像越好 我用一個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一個 Feature 的一個 Space 去學這些 這些高維度的一些 向量的精髓 但是我又能夠擁有說 我把它緩回去的時候 它和我的 Input 是很相似的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Demo Case 就是說 在我們一個 手寫辨識的一個 題目裡面呢 如果是用 Auto Encoder 它學出來的樣子 會是像這樣 就是一堆的 Strokes 那個筆跡 那只有一層的這個 Auto Encoder 其實 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學到 比較抽象的東西 所以有一些學者就會把它 Stack 起來 那怎麼 Stack 呢 我們可以把前一層 這個隱藏函數的輸出 當成後一層的輸入 然後一層一層的去堆起來 這個就是一個 Stack 的 Auto Encoder 然後前面再有一層說 好 今天我已經學到我這些特徵了 我覺得我可以來做分類了 那就加一層 Fully Connected 的 Neuron 在這裡 然後幫助我們去做 Prediction 然後第二個 Pre-training 用的 Algorithm呢 是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那其實它的原理是一個 Energy Based Probabilistic 的 Model 那推導的方式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們就不贅述了 但是它的那個目的是說 我要學一組 Hidden Layer 的 Representation 還有這一組這個 Visible Layer 到 Hidden Layer 的一個 Waiting 去滿足說 這小小的這個 Hidden Layer 可以去 Represent 這個大大的 大大的 Input 的資料 那它在這個方法裡面就有定義說 好 我今天的 Target 就是說 讓我出現的這些 就是我看到這些 Training Data 它出現的機率是最大化的 和我們的那個 Logistics Regulation 它的 Target Function 是一樣的 那從這個 Function 裡面 我們可以推導出來就是說 比如說 這些偏微分的長相是什麼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 Feasible Layer 它的表示是這樣 可是它中間長出了一個耳朵 就是在後面的相似裡面長出一個耳朵 這是什麼呢 這是說 假設你今天 你今天用 Gips Sampling 也就是利用這些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的這些式子呢 去跑出 V 和 H 多做幾次之後 你會得到 V 和 H 的主態 也就是說 在這個 Model 裡面 我們用這個資料去滾過幾次之後 它應該的主態是什麼樣子 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整個計算上面 其實它的量是 比 Auto Encoder 更為複雜一些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演算法 就是 Constructive Divergence 裡面 它前面幾步都是在做這個 Gips Sampling 的主態 就是希望能夠找到 就是這個 Model 就是在這個 Model 裡面 滾過幾次資料以後 它的樣子 然後和我們實際上看到的這個 實際上看到資料的主態呢 去做一個運算 求得我們的編尾分 然後繼續的更新 我們整個網路的資訊 那雖然說它的這個複雜度 是比 Auto Encoder 要高的 但是一般的文獻上面看起來 就是說它的 Precision 它算出來這個 Model Performance 呢 也會比 Auto Encoder 來得好 所以說還是有蠻多學者很愛用它 那這個是我們也是同樣 用手寫的資料庫去做這個 Bolzeman Machine Restricted Bolzeman Machine 所學到的一些東西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利用 這些 Prechained 的這個網路 去做我們的預測呢 或分類 那原理跟剛剛的Stack Encoder 非常像 就是我們在這裡呢 Stack集成就是 RBN Layer 然後一層一層做上去之後呢 我們在最後的 最後的 Layer 裡面 就是用一個 Fully Connected 的一個 Neural Network 去幫助我們預測 這些 Input Data 它的 Label 那每一層它學到的東西 我們如果把它 Visualize 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 在第一層級我們學到的是一些 就是比較像點狀的或者是線狀的東西 然後在第二層我們可能 學到一些更高階的 第三層的時候我們已經 稍微可以看出來就是 有一些數字的軌跡在裡面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用 Deep Learning 4J這個套件 去做我們的 Pre-training 然後去兜出一個 可以用來做預測的東西呢 那其實它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給大家看扣 這是一頁裡面就可以寫完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其實Deep Learning 4J 它最自豪的一個特性 就是它非常容易使用 它把它的這些 算是不同的 Neural Network 採用多型的方式 就是放在一個主譜樹裡面 然後我們在做這個 Configuration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指定的就是 這個網路裡面 它要的一些 共用的參數是什麼 寫在這個地方 然後在每一個Layer呢 把我們要用的這個 Neural Network的種類 指定給它 然後再去 然後再用這個Builder指定一些 專門為這個 專門為這種Layer所需的參數 這樣子一層一層一層設下來 然後最後加一層Output Layer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用來做Supervised Learning的 這個預測程 就好了 OK 好 然後看看它的朋友吧 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一件事情是 Deep Learning 4J 它是Business Environment 它是East to Use 但是呢 相對的就是說 它有一些Trade-off 什麼樣的Trade-off呢 我們看看Sienno Code 它雖然是 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 這個 這個Deep Believe Network 它寫了一大套的這個 Code 看起來非常的煩對不對 但是其實它是有必要的 對於一些Research Work來說 因為 同樣是叫一個 Restreated Boltzmann Machine 它可能 實作的方法非常多種 它甚至不只是 Parameter Level它的變動 它連這個算法裡面 都有很多不一樣的變種 如果你是做研究的人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 每一步你都要 能夠掌控 那這個時候 你用Sienno這個套件是OK的 那你如果用Deep Learning 4J 這個套件 你自己去寫一些變種 也是可以 但是 它 並沒有辦法 就是發揮這個套件 最好的 最好的好處 就是你必須 就是一行一行的Code 去看 看得到它 看到它實作的細節 然後再者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這裡 已經限定了 Layer和Layer之間的行為了 那對於 對於某一些 Deep Learning的Work來說呢 其實Layer和Layer之間的行為 也不一定是 也不一定是 這邊所規範的樣子喔 就是說 也許在 也許在 Back-parparation 或者是 Petraining的Face呢 它的Layer和Layer 並不是一個 非常獨立的狀態 這個時候 如果你用Deep Learning 4J的話 你的麻煩會更多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 只是想要用它 那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好 然後這是 目前很紅的一個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那它其實 跟前面的網路不太一樣 它不太需要Petraining 當然也是有 學者就是 把Petraining的Algorithm 跟Convolutional Network 結合在一起 那它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 它中心思想就是說 對於某些問題 我不要這個Fully Connected的Layers 我覺得Local的特徵 才是必要 就是才是重要的 所以它就用一個 比較Local的Kernal Function 比如說 比較小的維度 然後去把這個 一張大的圖呢 Convolution到另外一個層級裡面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這張圖是 32x32像素的圖 它就用一個 5x5的一個 Kernal Function 把它Convolution到這邊來 那其實這個 Kernal Function也不只是 二維的 它可能是三維的 像這個例子裡 來講它就是 把這張圖 Convolution到六個Channel 六個Channel裡面 所以這個 Kernal Function 其實是一個 三維的矩陣 然後接下來 Convolution完以後 通常都會搭配 一個Subsimpling的 一個層 那它的那個 Subsimpling 可能就是一個Average 或者一個是 Max Pulling的一個 一個算法 這樣一層一層 做下去 做到一個 做到一個 鏡頭 我們不知道 什麼叫鏡頭 那個 那個得是每一次實驗 都去試的一個Configuration 之後再 再就是 配置一個 標準的 一個Feed Forward的 一個 Neural Network在這裡 幫助它去做一些 Prediction的動作 好 那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就是說 既然我們在這邊的使用的這些 Kernal Function 還有Max Pulling 這種 這種 它的這個 其實是一個 相對來 就是跟前面 看起來是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都會 encapsulate 在我們的Software Package裡面 那當然就是 同樣的 如果你想要改動這些 這些 這些算法的話 你就得 實際去看它的這個code 然後實際去改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 Convolution Network裡面 學到的是什麼呢 在Layer 1 可能是學到一些 比較低階的 低階的一些 特徵 像是一個斜線或什麼的 然後 在這裡就是看 這裡出來的東西就是說 一個影像的局部 這個局部是什麼呢 是 最 就是 最合乎於這個 這些特徵的一些影像 我們把它列出來看 然後在Layer 2裡面 我們看到的特徵 就是比較複雜 比一些簡單的這個 斜線 要複雜的多 圈圈 什麼都出來了 然後 這邊也同樣的也是 就是被這個 被這個 就是這個 Neural Network 最最符合的這些 這些圖的局部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好 然後這是第三層 第三層表現的東西 就更多 那連人的形狀都會進來 那 在 Deep Learning 4J 這個套件裡面 它實作的方法一樣 就是說 即使 Network的長相不一樣 但是 我們用它的方法是一樣的 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 也是給它一個 Configuration 然後呢 給它 Convolution Layer 和Subsampling Layer 它之後就可以自己做事了 OK 那前面所講到就是 The Neural Network 他們都是一個相對於 在時間上比較靜態 處理一些比較靜態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還 再介紹一個 Network 是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那它 要處理的問題就跟時間有關 比方講說 翻譯的問題啊 或語音辨識的問題 因為你要猜 一個語音到後來 是一個什麼字的時候 其實跟你前面說出來的話 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Network 其實就是有把時間的關聯去搞立進去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長相和原來的這個 就是前面幾個就非常的不一樣 前面幾個長得就會有點像金字塔或蜘蛛網 可是這個的話就是 它會沿著時間軸這樣攤開來 那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要看我前面的幾個字 猜我後面這個字最有可能的字是什麼 這個Task的話 我該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Neurons串聯起來之後 每一個Input 代表一個10點 一個或者是Sentence 一個位置上面的字 當作Input 那最簡單的這個Encoding方法就是說 我在字典裡面呢 它出現了這個Index 我把它畫成1 其他畫成0 然後中間這HiddenLayer可能 它的Structure可能可以很複雜 那如果我把它定為100個 這個Neurons在這裡的話 那它這邊就是一個 Vocabulary的數量乘以100的成績 然後在Output的這裡呢 就是在Training Data裡面 這個字之後的下一個字是什麼 那同樣也是用它在字典裡出現的 這個位置 當作它Encoding 然後 每一個 然後每一個10點 這些Input和Output 就是連續的做下去 Feed Forward 然後Back Prologation呢 它用了一個比較特別的算法 叫做BPTT 也就是說我在做Back Prologation的時候 我不只考慮這個當下 它的主態所形成的這個規點 我連它前面幾步路的規點都加起來算 這樣子我可以同就是 也可以考慮到前面幾步路的這個 這個資訊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配置 其實它是有一個很 一些很致命的缺點 比如說你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去反應太長太長以前的資訊 因為Gradient Descent它其實是會慢慢的消失的一個算法 那有一些學者他就會就會對這個問題做一些努力 然後開發了這個LSTM的演算法 它可以就是讓這個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呢 去記得比較長久以前發生的事情 來幫助它去做預測 那這兩個演算法在Deep Learning 4G裡面都有都有被施作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雖然Network的長相已經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但是使用上還是一樣 就是一個這麼方便的東西 好 然後我們來看看說這個Deep Learning的Training裡面 會發生一些什麼樣的困難 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那一大落的網路對不對 那網路之間的Link它其實就會讓我們 就是代表我們Training的這個複雜度 還有就是我們用的Training Data的量 也會讓我們的複雜度上升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在一般的Training裡面呢 這個網路的量小一點的話大概是幾千 大一點的話可能到Million或者是Billion 那當然一般人是不太可能遇到這種Million 或Billion等級的東西啦 但是其實你這個維度到了幾萬或幾十萬的時候 其實它也會是一個非常高複雜度的東西 那由於我們的Parameter已經這麼多了 所以我們需要的Training Data也要夠多 它才能夠學到一個能夠Generalize的Model 不然它可能會在一個就是很小的Dataset裡面 符合得很好 可是對外完全沒有辦法Generalize 所以它Training Data也要能夠跟得上它Parameter的這個數量等級 那我們先來看看就是說 一般就是在比較大的Scale 我們會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Google的Deep Belief的這個Framework裡面 所採取的一個策略 就是說它去做了一個事情 做什麼事呢 是Model Parallelizing 那它就把這些Model的計算呢 切成一個一個的Partition 然後分別去算 因為可能 因為可能每一個算的東西 它都可以 就是自己算完以後再去跟別人Sync 那其實這邊有很多Detail 比如說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Gradient Descent該怎麼算啦 那這邊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文獻來做這件事情 那第一個就是Hug Wild Hug Wild其實它是一個 就是比較早去看說 我怎麼Parallelize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的一個論文 那它是說假設你今天的這個Data 是一個非常Sparse的Data 你分好幾個Stretch去算 算完以後你不用Lock直接更新這個Parameter的主態 沒有關係 它甚至把就是它會Induce的這些Error都算給你看了 所以你用這個很安心 但是Deep Belief呢 它用了一個更激進的手法 它是把Data Shaded過以後呢 每一個Data 每一個Data Shaded 就負責算它自己的這個Weight 然後再Sync回去這個Parameter Server 然後每一次Model就是要重新一個Mini Batch的時候 大家再從這個Parameter Server裡面拿參數過來 然後自己再算自己的 那如果在資料量大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經驗上來講是一個還可以的做法 但是它這邊就已經沒有再去提供任何Error的上限了 然後我們的Deep Learning4J呢 其實它標榜的就是我們可以去Scale Out Scale Out到Hadoop或者是Spark這個平台上面 那它所用的策略就是Iterative的Reduce 那它用的又跟Deep Belief不太一樣 它是每一個Shad裡面都算一個很像的 就是一模一樣的Deep Neural Network 只是最後最後就是每一次Mini Batch完 它就會把這些Weight去做平均 對 然後它所才 它為什麼不說它自己是用的是MapReduce 而是用Iterative Reduce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MapReduce的這個場合裡面 你每一次Map和Reduce都是等於四次的IO 兩次讀兩次寫 這個是非常慢的 那所以呢它這邊的實作方法就是說 我一旦確定我Mapper 就我的Shad在哪裡之後 我就在這上面做事 不要再去走MapReduce這一套了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它的實作裡面呢 它有一個這樣的一段 就是利用我們的File Split 去決定我的Shad在哪裡 然後我的Shad在哪裡決定好之後呢 我就在這上面做了一個Worker 這個Worker做什麼事情 就是重算這些 就是屬於它的這個Neural Network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然後最後再把它平均起來 那至於在Spark上面的實作 就簡單的多了 因為RDD是一個Immutable的東西 所以呢它也不需要費心 再處理剛剛的問題 這個就是它實作Iterative Reduce 在Spark上面的code 非常的簡單 然後最大的特點就是說 其實你幾乎不用改code 你就可以把你的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Scale Out到Hadoop或者是Spark上面 這邊就是我Configuration做好之後呢 我用一個SparkDL4J的Layer 去把這個Configuration包起來 然後接下來Run 它就自己Run了 那還可以做得更好嗎 就是說對於這個 比較Large Scale的問題 我們除了Scale Out以外 其實我們也要想辦法去榨出 每一個機器的一些Performance 所以在這裡就是Deep Learning 4J呢 它去做的一個策略是說 我要去optimize這個Linear Algebra的Operations 那一般來作為用這個Linear Algebra的一個套件 是遵守這個BLAS這個規範 這個API 那Deep Learning 4J呢 它裡面支援就是NetLab BLAS 這個實作是用Fortune77寫的 但是同時呢 它也支援就是用JCubulus 對於這個BLAS的實作 然後它可以就是用到GPU的一些運算能力 甚至可以Cross GPU 就是Multiple GPU都可以用 因為JCUDA它其實是一個可以很跨 就是Multiple GPU的一個API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就是當你顯卡就是不太好的時候 其實它未必也可以 未必可以快過CPU 或者是說你今天的這個Data 往來就是CPU和GPU的Memory太頻繁的時候 它可能也會有一些Degregation 所以這個東西是要靠你使用的場域 來決定它Performance到底有多少的GAM 那我們來看看說它的朋友 就是Ciano它怎麼做最優化 就是在這種比較細微的地方做最優化呢 其實Ciano它做最優化的這個策略 就比DeepLearning4J選的更就是數學一些 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XXExpression寫下去之後 它有幾個步驟 那這些幾個步驟其實都是可以炸出Performance的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比如說第一個它是一個Cononicalization 它會把一些算式做簡化 你就不要去算Log在Exponential 它就是一個X 這樣你可以省掉很多時間 然後第二個是Stabilization Stabilization它的意思是說 有一些Function其實 比如說像這個Function 它其實就是個X 但是因為一些Numerical計算的一些問題 當X大於709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Infinity 所以它會在這個地方 就是去做一些變數的置換 當你的X大的時候 它直接給你X 它不要給你這個運算的結果 然後Specialization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有一個函數 是這樣子算法 那我可不可以找到它的Equivalent 然後所需要的Cost更小 然後更快呢 它在這邊會做置換 然後最後最後 它會去做一個CPU到GPU的這個 一個轉換 就是如果你要用到GPU的話 然後 然後它同時也會就是 做一些GPU Code上面的優化 因為GPU Code它其實對 能不能使用連續的這些Memory 是非常敏感的 你假如說你沒有辦法 延續的使用它的Memory的話 而是有很多很多的Swap In Swap Out 那這個東西它其實是會造成你的效能 會有一些Degradation 所以Ciano它的這個優化方法 又跟Deep Learning 4G是大相徑庭的 然後再補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比較喜歡Ciano的一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你根本不用去做這個 做這個Differentiation 就自己寫過這些SGD的人都知道 常常會為了這個Differentiation 寫的頭破血流 但是你在這邊 在API的使用上 你只要做一次這樣的事情 它就自己幫你做這個 Symbolic的Differentiation 耶 就根本就不用煩惱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跟大家要講的是 TensorFlow這個套件 其實真的就是很驚嚇 因為它在JCconf的前一個月 就被Publish出來這樣子 然後當然就是 站在好奇寶寶的立場上 也要試一下這樣 然後我們發現就是說 其實在TensorFlow呢 它很多特性都和Ciano非常非常像 所以甚至有些論壇 它對TensorFlow的這個評價就是 Ciano++ 就是它也是用一些 Symbolic的Differentiation 它也是把這個User的Expression 做成一個Graph的圖 然後再去做優化 那它比這個Ciano更多的東西是什麼呢 它有一個比較好的Scheduling 也就是說它用Cue還有Asynchronous的這些計算呢 去更加的把它的硬體的效能發揮到極限 然後它有一個叫TensorFlow的GUI 你就是code寫完之後呢 你還可以視覺化 這視覺化的過程就可以讓你跟其他的開發者 就是用一個非常簡潔的方式去溝通你們的code和觀念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介面 然後接下來就是 它其實在Multiple Devices的支援上可以做得很好 比方講說Android的這個語音辨識 就是Ciano這個套件做的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說 其實它在Scale Out上面 接下來就要Release這樣子的功能了 也就是Deep Learning 4G 它主打的就是我能Scale Out 然後目前的TensorFlow 就是Open Source的版本是沒有的 但是根據就是這些Owner他們說 其實下一版或 下一版就是不久的將來之後 這個東西可能會問世 所以變成Scale Out 然後對於TensorFlow也不是一個問題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那你要怎麼去選 選這些Tools呢 其實我覺得 真的這是一個大哉問 就是說 你要看幾個像度 比方講說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去挑演算法 你只想要用它的話 那East of Use和Performance 和Scaleability 絕對是你的首選 那如果說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一個做研究的人的話 那Stability和Flacibility 可能就是比較重要 所以要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應用場合是什麼 來決定 Performance這個東西其實也很好玩 就是說 Performance在哪個地 哪個場域好 哪個場域不好 其實很難說 比方講說 Deep Learning 4G 它可能會在很多張顯卡 的這個環境下 跑得很好 但是 它在一些比較 就是一般的環境 它可能就會輸Ciano 或者是TensorFlow 所以也要看說 你應用的這個環境是在哪裡 來決定你要 你要用的是什麼樣的工具 好 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個地方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請教一下那個 你剛才說那個Local跟Global 就是說 它原本的演算法 它在優化的時候 它會局限於那個Local的部分 那如果說 應該是說 它造成的效果上的差異 或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因為那個 Deep Learning 它是pre-define 它先去train它的那個feature出來 那 你剛才有介紹兩個 那個Math 就是Mathology 它都可以去做到 就是train 先去define這個feature的部分 那你們會 堆疊它使用嗎 就是說 固定你就只有 用一種先去train 它的feature出來 謝謝 了解 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 Socastic 它如果局限在Local Minima 它沒有辦法 跳到一個Global Minima 的時候 它有什麼樣子的困難 但其實它會帶來的 帶來的結果 就是它不是一個最佳節 就它可能在某一個區域上 是最佳節 但是它並不是一個 全局的最佳節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在做 最佳化的時候 是一直想要避免的 可是 它很容易發生 對 那有一些 有一些演算法是來做 就是來克服這樣子的問題 只是 就是 在目前的實作裡來講 socastic gradient descent 它在效能上還是比較能夠被我們接受 所以還是會選用這樣子的演算法來做我們的實作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像Pretrain的這些Network 能不能堆在一起呢 理論上是可以 其實你也可以就是 在這邊就是做一些操作 把它們疊在一起 但是 我覺得 就是要看你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你看看這個疊在一起 它的效果 產生的效果是什麼 這個都沒有一定的一定的規則 對 對 好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 您剛剛講說 Deep Learning是需要大量資料 然後它需要運傳能力也相對較多 所以它相對其他模型來說是比較昂貴的模型 所以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會想說 我要來試試Deep Learning 然後還有 假設你在運算能力有限的狀況下 你要怎麼很快的決定說 Deep Learning 是不是一個可以繼續往下走的一個方向 謝謝 我覺得這問題問的蠻好的 就是 以這個 過去的研究領域來講 就是 你很難去Structuralize 你的Feature的領域 那個領域就是 好像比較適合拿來做Deep Learning 去試試看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變成說 像 我們知道的 的Image 或者是Audio的這些音訊 它可能 你很難就是說 找到一組非常好的Feature 然後去做你的Machine Learning的演算法 那這個時候Deep Learning 可能就還蠻合適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那麼多錢 來去運行這個演算法的時候 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確定 就是 你這個Deep Learning work for you 那有一個 其實大部分的practice 應該是說 在你 在你小量資料的情況下 你對你的Network 就是不要做太複雜的設計 然後用一些 就是不要讓它去overfit 然後用一些 就是像Drop Out這樣子的 一個技巧 讓它不要整個模型太過複雜 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效果是怎麼樣 就這樣 嗯